第一边,总则 第一章,法律 第一条,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 第二条,民事所适用之习惯,以不备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 第三条,依法律之规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不由本人自写,但必须亲自签名 如有用印章带签名者,其概章与签名声酮等之效力 如以指印,十字或其他符号带签名者,在文件上,经二人签名证明,亦与签名声酮等之效力 第四条,关于一定之数量,同时以文字及号码表示者,其文字与号码有不符合时 如法院不能决定何者为当事人之原意,应以文字为准 第五条,关于一定之数量,以文字或号码为数次之表示者,其表示有不符合时 如法院不能决定何者为当事人之原意,应以最低额为准 第二章,人 第一节,自然人 第六条,人之权力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第七条,胎儿已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记忆出生 第八条,失踪人 失踪满七年后,法院得因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之申请,为死亡之宣告 失踪人为八十岁以上者,得于失踪满三年后,为死亡之宣告 失踪人为遭遇特别灾难者,得于特别灾难中疗满一年后,为死亡之宣告 第九条,受死亡之宣告者,已判决内所确定死亡之时,推定其为死亡 前项死亡之时,应为前条各项锁定期间最后日终止之时 但有反证者,不在此线 第十条,失踪人失踪后,未受死亡宣告前,其财产之管理,除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外,依加世事件法之规定 第十一条,二人以上同时遇难,不能证明其死亡之先后时,推定其为同时死亡 第十二条,满二十岁为成年 第十三条,为满七岁之未成年人,无行为能力 满七岁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为能力 未成年人已结婚者,有行为能力 第十四条,对于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识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 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亲等内之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四十只其他亲属,检察官,主管机关或社会福利机构之申请,为监护之宣告 受监护之原因消灭时,法院应依前向申请权人之申请,撤销其宣告 法院对于监护之申请,认为未达第一项之程度者,得依第十五条之一第一项规定,为辅助之宣告 受监护之原因消灭,而仍有辅助之必要者,法院得依第十五条之一第一项规定,便跟为辅助之宣告 第十五条,受监护宣告之人,无行为能力 第十五之一条,对于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置其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便是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 显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亲等内之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四十只其他亲属,检察官,主管机关或社会福利机构之申请,为辅助之宣告 受辅助之原因消灭时,法院应依前向申请权人之申请,撤销其宣告 受辅助之人有受监护之必要者,法院得依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便跟为监护之宣告 第十五至二条,受辅助宣告之人为下列行为时,应经辅助人同意 但纯获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龄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须者,不在此限 一、为独资,合伙营业或为法人之负责人 二、为消费借贷,消费寄托,保证,赠予或信托 三、为速送行为 四、为和解、调解、调处或签订仲裁契约 五、为不动产、船舶、航空器、汽车或其他重要财产之处分 设定负担、买卖、租赁或借贷 六、为以产分割、移赠、抛弃继承权或其他相关权利 七、法院依前条申请权人或辅助人之申请 所指定之其他行为 第七十八条至第八十三条规定 于未依前项规定得辅助人同意之情形 准用之 第八十五条规定 于辅助人同意受辅助宣告之人为第一项第一款行为时 准用之 第一项所列应经同意之行为 无损害受辅助宣告之人利益之余 而辅助人仍不为同意时 受辅助宣告之人得进行申请法院许可后为之 第十六条 权力能力及行为能力 不得抛弃 自由之限制 以不备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 第十八条 人格全受侵害时 得请求法院除去其侵害 有受侵害之余时 得请求防止之 前项情形 以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为限 得请求损害赔偿或未辅金 第十九条 姓名全受侵害者 得请求法院除去其侵害 并得请求损害赔偿 第二十条 依一定四十 族人已久住之意思 住于一定之地遇者 即为设定其住所于该地 一人同时不得有两住所 第二十一条 无行为能力人 即限制行为能力人 以其法定代理人之住所为住所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二条 欲有下列情形之一 其居所视为住所 一 住所无可考者 二 在我国无住所者 但依法需依依住所地法者 不在此限 第二十三条 因特定行为选定居所者 关于其行为 视为住所 第二十四条 依一定四十 族人已废纸之意思 离去其住所者 即为废纸 其住所 第二节,法人,第一款通责 第二十五条,法人非依本法或其他法律之规定,不得成立 第二十六条,法人与法令限制内,有享受权利负担义务之能力 但专属于自然人之权利义务,不在此限 第二十七条,法人应设董事 董事有数人者,法人事务之执行,除章成令有规定外,取决于全体董事过半数之同意 董事就法人一切事务,对外代表法人 董事有数人者,除章成令有规定外,各董事均得代表法人 对于董事代表权所加之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法人得涉监察人,监察法人事务之执行 监察人有数人者,除章成令有规定外,各监察人均得单独行使监察权 第二十八条,法人对于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权之人因执行职务所加于他人之损害,与该行为人连代付赔偿之责任 第二十九条,法人以其主事务所知所在地为住所 第三十九条,法人非经向主管机关登记,不得成立 第三十一条,法人登记后,有应登记之事项而不登记,或以登记之事项有变更而不为变更之登记者,不得以其事项对抗第三人 第三十二条,受涉立许可知法人,其业务属于主管机关监督,主管机关得检查其财产状况及其有无为返许可条件与其他法律之规定 第三十三条,受涉立许可法人之董事或监察人,不遵主管机关监督之命令,或妨碍其检查者 得处以五千元以下之法还 前向董事或监察人违反法令或章程,足以危害公益或法人之利益者,主管机关得请求法院解除其职务,并为其他必要之处置 第三十四条,法人违反涉立许可知条件者,主管机关得撤销其许可 第三十五条,法人之财产不能清偿债务时,董事应急向法院申请破产 不违前向申请,至法人之债权人受损害时,有过失之董事,应付赔偿责任,其有二人以上时,应连代负责 第三十六条,法人之目的或其行为,有违反法律,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法院得因主管机关,检察官或利害关系人之请求,宣告解散 第三十七条,法人解散后,其财产之清算,由董事为之 但其章程有特别规定,或总会另有决议者,不在此线 第三十八条,不能依前条规定,定期清算人时,法院得因主管机关,检察官或利害关系人之申请,或依职权,选任清算人 第三十九条,清算人,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得解除其任务 第四十条,清算人之职务如左 一,了结献物 二,收取债权,清偿债务 三,移交胜余财产于应得者 法人之清算中节指,在清算之必要范围内,视为存序 第四十一条,清算之程序,除本通则有规定外,准用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之规定 第四十二条,法人之清算,属于法院监督 法院得随时为监督上必要支检查及处分 法人经主管机关撤销许可或命令解散者,主管机关应同时通知法院 法人经一章成规定或总会决议解散者,董事应于十五日内报告法院 第四十三条,清算人不遵法院监督命令,或妨碍检查者,得处以五千元以下之罚还 董事违反前条第三项之规定者一同 第四十四条,法人解散后,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于清偿债务后,其胜于财产之规署,应依其章程之规定,或总会之决议 但以公益为目的之法人解散时,其胜于财产不得归属于自然人或以盈利为目的之团体 如无前项法律或章程之规定或总会之决议时,其胜于财产归属于法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团体 第二款社团 第四十五条,以盈利为目的之社团,其取得法人资格,依特别法之规定 第四十六条,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于登记前,应得主管机关之许可 第四十七条,设立社团者,应定定章程,其应记载之事项如左 一,目的 二,名称 三,董事之人数,任其及任免 设有监察人者,其人数,任其及任免 四,总会召集之条件,程序及其决议证明之方法 五,涉原之出资 六,涉原资格之取得与丧失 七,定定定章程之年,月,日 第四十八条,社团设立时,应登记之事项如左 一,目的 二,名称 三,主事务所及分事务所 四,董事之姓名及住所 设有监察人者,其姓名及住所 五,财产之总额 六,应受设立许可者,其许可之年,月,日 七,定有出资方法者,其方法 八,定有代表法人之董事者,其姓名 九,定有存立时期者,其时期 社团之登记,由董事向其主事务所及分事务所所在地之主管机关行之,并应复具章程备案 第四十九条,社团之组织及社团与社员之关系,以不违反第五十条至第五十八条之规定为限,得以章程定之 第五十八条,社团与总会为最高机关 左列事项应经总会之决议 一,变更章程 二,任免董事及监察人 三,监督董事及监察人职务之执行 四,开除社团 但已有正当理由时违宣 第五十一条,总会由董事召集之,每年至少召集一次 董事不为召集时,监察人得召集之 如有全体社团十分亦以上之请求,表明会议目的及召集理由,请求召集时,董事应召集之 董事受前项之请求后,一个月内不为召集者,得有请求之社团,经法院之许可召集之 总会之召集,除章程令有规定外,应于三十日前对各社团发出通知 通知内应载明会议目的事项 第五十二条,总会决议,除本法有特别规定外,以出席社团过半数决之 社团有平等之表决权 社团表决权之行使,除章程令有限制外,得以书面授权他人代理为之 但一人仅得代理社团一人 社团对于总会决议事项,因自身利害关系而有损害社团利益之余时 该社团不得加入表决,亦不得代理他人行使表决权 第五十三条,社团变更章程之决议,应有全体社团过半数之出席,出席社团四分三以上之同意,或有全体社团三分二以上书面之同意 受社团变更章程时,并应得主管机关之许可 第五十四条,社员得随时退社 但章程线定于事务年度中,或经过预告期间后,使准退社者,不在此线 前项预告期间,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五十五条,已退社或开除之社员,对于社团之财产无请求权 但非公益法人,其章程令有规定者,不在此线 前项社员,对于其退社或开除以前应分担之出资,仍负清偿之义务 第五十六条,总会之召集程序或决议方法,违反法令或章程时,社员得于决议后三个月内请求法院撤销其决议 但出席社员,对召集程序或决议方法,为当场表示异议者,不在此线 总会决议之内容违反法令或章程者,无效 第五十七条,社团得随时以全体社员三分二以上之可决解善之 第五十八条,社团之事物,无从依章程锁定进行时,法院得因主管机关,检察官或利害关系人之声请解善之 第三款财团 第五十九条,财团于登记前,应得主管机关之许可 第六十条,设立财团者,应定立捐助章程 但以遗嘱捐助者,不在此线 捐助章程,应定名法人目的及所捐财产 以遗嘱捐助设立财团法人者,如无遗嘱执行人时,法院得依主管机关,检察官或利害关系人之声请,指定遗嘱执行人 第六十一条,财团设立时,应登记之事项如左 一,目的 二,名称 三,主事务所及分事务所 四,财产之总额 五,授许可之年,月,日 6. 董事之姓名及住所 设有监察人者,其姓名及住所 7. 定有代表法人之董事者,其姓名 8. 定有存立时期者,其时期 8. 财团之登记,由董事向其主事务所及分事务所所在地之主管机关行之 8. 并应复具捐助章程或遗嘱备案 9. 财团之组织及其管理方法,由捐助人以捐助章程或遗嘱定之 9. 捐助章程或遗嘱锁定之组织不完全,或重要之管理方法不具备者,法院得因主管机关、检察官或利害关系人之申请,为必要之处分 9. 第六十三条 9. 为维持财团之目的或保存其财产,法院得因捐助人、董事、主管机关、检察官或利害关系人之申请,便跟其组织 9. 第六十四条 9. 财团董事,有违反捐助章程之行为时,法院得因主管机关、检察官或利害关系人之申请,宣告其行为为无效 9. 第六十五条 9. 因情势变更,至财团之目的不能达到时,主管机关得斟酌捐助人之意思,便跟其目的及其必要之组织,或解善之 9. 第三章 9. 悟 第六十六条 9. 称不动产者,为土地及其定之物 9. 不动产之初产物,尚未分离者,为该不动产之部分 9. 第六十七条 9. 称动产者,为前条所称不动产以外之物 9. 第六十八条 9. 非主物之成分,常住主物之效用,儿童属于一人者,为从物 9. 但交易上有特别习惯者,依其习惯 9. 主物之处分,急于从物 9. 第六十九条 9. 称天然滋吸者,为果实,动物之产物及其他依物之用法所收获之初产物 9. 称法定滋吸者,为利息,租金及其他因法律关系所得之收益 9. 第七十条 有收取天然滋吸权力之人,其权力存续期间内,取得与原物分离之滋吸 9. 有收取法定滋吸权力之人,按其权力存续期间内之日数,取得其滋吸 9. 第四章 法律行为 11. 第一节 通则 11. 第七十一条 法律行为 违反强制或禁止之规定者 无效 但其规定并不以之为无效者 不在此线 第七十二条 法律行为 有备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 无效 第七十三条 法律行为 不依法定方式者 无效 但法律令有规定者 不在此线 第七十四条 法律行为 细衬他人之急迫 轻率或无经验 使其为财产上之给付或为给付之约定 依当时情形显示公平者 法院得因利害关系人之申请 撤销其法律行为或减轻其给付 前项申请 应于法律行为后一年内为之 第二节 行为能力 第七十五条 无行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 无效 虽非无行为能力人 而其意思表示 系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所为者一同 第七十六条 无行为能力人 由法定代理人代为意思表示 并代受意思表示 第七十七条 限制行为能力人为意思表示 及受意思表示 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许 但纯获法律上利益 或依其年龄及身份 日常生活所必须者 不在此限 第七十八条 限制行为能力人 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许 所为之单独行为 无效 第七十九条 限制行为能力人 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许 所定立之契约 需经法定代理人之承认 使生效力 第八十条 前条契约相对人 得定一个月以上之期限 催告法定代理人 确达是否承认 于前项期限内 法定代理人不为 确达者 是为拒绝承认 第八十一条 限制行为能力人 于限制原因消灭后 承认其所定立之契约者 其承认 与法定代理人之承认 有同一效力 前条规定 于前项情形准用之 第八十二条 限制行为能力人 所定立之契约 未经承认前 相对人得撤回之 但定立契约时 知其未得有允许者 不在此限 第八十三条 限制行为能力人 用诈述使人信其为 有行为能力人 或已得法定代理人 之允许者 其法律行为为有效 第八十四条 法定代理人 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 处分之财产 限制行为能力人 就该财产有 处分之能力 第八十五条 法定代理人 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 独立营业者 限制行为能力人 关于其营业 有行为能力 限制行为能力人 就其营业 有不生认知情形时 法定代理人 得将其允许撤销 或限制之 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三节 意思表示 第八十六条 表义人 无欲为其意思表示 所拘束之意 而为意思表示者 其意思表示 不因之无效 但其情形为 相对人所明知者 不在此限 第八十七条 表义人 与相对人 通谋 而为虚伪意思表示者 其意思表示 无效 但不得 以其无效 对抗善意第三人 虚伪意思表示 隐藏他 隐藏他向法律行为者 适用 关于该向法律行为之规定 第八十八条 意思表示之内容 有错误 或表义人 若知其事情 即不为意思表示者 表义人 得将其意思表示 撤销之 但以其错误 或不知事情 非有表义人 自己知过失者为限 当事人之资格 或物知性质 若交易上认为 重要者 其错误 是为意思表示 内容之错误 第八十九条 意思表示 因传达人 或传达机 官传达不失者 得比照前条之 规定撤销之 第九十条 前二条 之撤销权 自意思表示后 经过一年而消灭 第九十一条 依第八十八条 及第八十九条 之规定 撤销意思表示时 表义人 对于信 其意思表示 为有效 而受损害之 相对人 或第三人 应付赔偿责任 但其撤销之 原因 受害人 明知 或可得 而知者 不在此限 第九十二条 因被诈欺 或被胁迫 而为意思表示者 表义人 得撤销 其意思表示 以相对人 明知其四十 或可得 而知者 违宪 使得撤销之 被诈欺 而为之 意思表示 其撤销 不得已知 对抗 善意 第三人 第九十三条 前调之撤销 应于发件诈欺 或胁迫中止后 一年内为之 但自意思表示后 经过十年 不得撤销 第九十四条 对话人 为意思表示者 其意思表示 以相对人了解时 发生效力 第九十五条 非对话 而为意思表示者 其意思表示 以通知 达到相对人时 发生效力 但撤回之通知 同时或先时到达者 不在此线 表义人 于发出通知后 死亡或丧失 行为能力 或其行为能力 受限制者 其意思表示 不因之 失其效力 第九十六条 向无行为能力 人或限制 行为能力 人为意思表示者 以其通知 达到其法定 代理人时 发生效力 第九十七条 表义人 非因自己 之过失 不知相对 人之姓名 居所者 得一民事诉讼 法公 侍送达之规定 以供侍送达 为意思表示 之通知 第九十八条 解释意思表示 应探求当事人 知真意 不得拘泥于 所用之词句 第四节 条件 及其限 第九十九条 复停止条件 之法律行为 于条件 成就时 发生效力 复解除条件 之法律行为 于条件 成就时 失其效力 依当事人之特约 使条件 成就之效果 不于条件 成就之时 发生者 依其特约 第一百条 复条件 之法律行为 当事人 于条件 成否未定前 若有损害 相对人 因条件 成就 所应得 利益之行为者 复赔偿 损害之责任 第一百零一条 因条件 成就而受 不利益 之当事人 如以不正 当行为主 其条件 之成就者 视为条件 已成就 因条件 成就而受 利益 之当事人 如以不正 当行为 促其条件 之成就者 视为条件 不成就 第一百零二条 复使其之法律行为 于其宪界致时 发生效力 复中 其之法律行为 于其宪界满时 失其效力 第一百条 之规定 于前二项情形 准用之 第五节 代理 第一百零三条 代理人 于代理权限内 以本人名义 所为之 意思表示 直接对本人 发生效力 前项规定 于应 向本人 为意思表示 而向其代理人 为之者 准用之 第一百零四条 代理人 所为 或所受 意思表示 之效力 不因其为 限制行为 能力人 而受影响 第一百零五条 代理人 之意思表示 因其意思 欠缺 被诈欺 被胁迫 或明知 其事情 或可得 而知其事情 至其效力 受影响时 其四十之有无 应就 但代理人 之代理权 系以法律 行为授予者 其意思表示 如依照 本人 所指示 之意思 而为实 其四十之有无 应就 本人 觉知 第一百零六条 代理人 非经 本人 之 许诺 不得 为本人 与自己 之 法律 行为 亦 不得 既为第三人 之代理人 而为本人 与第三人 之法律 行为 但其 法律 行为 细专 履行 债务者 不在此限 第一百零七条 代理权之 限制 即撤回 不得 以之 对抗 善意 第三人 但第三人 因过失 而不知 其四十者 不在此限 第一百零八条 代理权之 消灭 依其所由 授予之 法律 关系 定之 代理权 得于其所由 授予之 法律 关系 存 序中 撤回 之 但依该 法律 关系 知 性 职 不得 撤回 者 不在此限 第一百零九条 代理权 消灭 或撤回 时 代理人 需将授权书 交还 于授权者 不得 留置 第一百一十条 无代理权人 以他人之代理人名 一所为之 法律行为 对于善意之相对人 负损害 赔偿之责 第六节 无效 及撤销 第一百一十一条 法律行为之 一部分 无效者 全部皆为无效 但除去该部分 亦可成立者 则其他部分 仍为有效 第一百一十二条 无效之法律行为 若具被他 法律行为之要件 并因其情形 可认当事人 若知其无效 给予为他 法律行为者 其他法律行为 仍为有效 第一百一十三条 无效 无效法律行为之 当事人 于行为 当时知其无效 或可得 而知者 应付回复原状 或损害 赔偿之责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 法律行为 经撤销者 视为 自始无效 当事人 知其得 撤销 或可得 而知者 其法律行为 撤销时 准用 前条之规定 第一百一十五条 经承认之 法律行为 如无特别定定 诉及 违法律行为 时发生效力 第一百一十六条 撤销 及承认 应以意思 表示为之 如相对人 确定者 前向意思 表示 应向相对人 为之 第一百一十七条 法律行为 须得第三人 知同意 使生效力者 其同意 或拒绝 得向当事人 之一方为之 第一百一十八条 无权利人 就权利 标的物 所为之处分 经有权利人 之承认 使生效力 无权利人 就权利 标的物 为处分后 取得其权利者 其处分 自使有效 但原权利人 或第三人 已取得之利益 不因此 而受益 影响 前向情形 若数 处分 相抵触时 以其最初之 处分 为有效 第五章 其日 及其间 第一百一十九条 法令 审判或法律行为 所定之 其日 及其间 除有特别 定定外 其计算 一本章 之规定 第一百二十条 以时定其间者 即时起算 以日 星期 月或年定其间者 其始日 不算入 第一百二十一条 以日 星期 月或年定其间者 以其间末日之中止 为其间之中止 其间不以星期 月或年之始日 起算者 以最后之星期 月或年与起算日 相当日 之前一日 为其间之末日 但以月或年定期间 于最后之月 无相当日者 以其月之末日 为其间之末日 第一百二十二条 于一定其日或期间内 因为意思表示或己付者 其其日或其其间之末日 为星期日 纪念日或其他休息日时 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 第一百二十三条 称月或年者 一例计算 月或年非连续计算者 每月为三十日 每年为三百六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四条 年龄自出生之日起算 出生之月 日无从确定时 推定其为七月一日出生 知其出生之月 而不知出生之日者 推定其为该月十五日出生 第六章 消灭时效 第一百二十五条 请求权 因十五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但法律所定其间较短者 依其规定 第一百二十六条 利息 红利 租金 赡养费 退职金及其他一年 或不及一年之定 其己付债权 其各其己付请求权 因五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第一百二十七条 左列各款请求权 因二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一 旅店 饮食店及娱乐厂之住宿费 饮食费 作费 消费物之代价及其店款 二 运送费 运送人 锁店之款 三 以租令动产为营业者之租价 四 医生 药师 看护生之诊费 药费 报酬及其店款 五 律师 会计师 公正人之报酬及其店款 六 律师 会计师 公正人所收当事人物件之交还 七 计师 承揽人之报酬及其店款 八 商人 制造人 手工业人 所供几支商品及产物之代价 第128条 消灭时效 自请求全可行使时起算 以不行为为目的之请求全 自为行为时起算 第129条 消灭时效 因左列事由而中断 一 请求 二 承认 三 起诉 左列事项 与起诉有同一效力 一 依督促程序 申请发支付命令 二 申请调解或提付仲裁 三 申报和解债权或破产债权 四 告知诉讼 五 开始执行行为或申请强制执行 第130条 第130条 实效应请求而中断者 若于请求后六个月内不起诉 是为不中断 第131条 实效应起诉而中断者 若撤回起诉 或因不合法而受驳回之裁判 其裁判确定 是为不中断 第132条 实效应声请发支付命令而中断者 若撤回申请 或受驳回之裁判 或支付命令施其效力时 是为不中断 第133条 实效应声请调解或提付仲裁而中断者 若调解之声请经撤回 被驳回 调解不成立或仲裁之请求经撤回 仲裁不能达成判断时 是为不中断 第134条 实效应申报和解债权或破产债权而中断者 若债权人撤回其申报时 是为不中断 第135条 实效应告知诉讼而中断者 若于诉讼中结后 六个月内不起诉 是为不中断 第136条 实效应开始执行行为而中断者 若因权利人之声请 或法律上要件之欠缺而撤销其执行处分时 是为不中断 实效应声请强制执行而中断者 若撤回其申请 或其申请被驳回时 是为不中断 第137条 实效中断者 自中断之事由中止时 重行起算 因起诉而中断之实效 自受确定判决 或因其他方法诉讼终结时 重行起算 经确定判决或其他与确定判决 有同一效力之职 行明一所确定之请求权 其原有消灭时效期间不满五年者 因中断而重行起算之实效期间为五年 第138条 实效中断 以当事人 继承人 受让人之间违宪 实有效力 第139条 实效之其间中止时 因天灾或其他不可避之事变 致不能中断其时效者 自其妨碍事由消灭时起 一个月内 其时效不完成 第140条 属于继承财产之权利 或对于继承财产之权利 自继承人确定或管理人选定 或破产之宣告时起 六个月内 其时效不完成 第141条 无行为能力人 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之权利 于时效期间中止前六个月内 若无法定代理人者 自其成为行为能力人 或其法定代理人就止时起 六个月内 其时效不完成 第142条 无行为能力人 或限制行为能力人 对于其法定代理人之权利 于代理关系消灭后一年内 其时效不完成 第143条 夫对于妻或妻对于夫之权利 于婚姻关系消灭后一年内 其时效不完成 第144条 时效完成后 债务人得拒绝给付 请求权以经时效消灭 债务人仍为履行之给付者 不得以不知时效为理由 请求返还 其以契约承认该债务或提出担保者一同 第145条 以抵押权 职权或留置权担保之请求权 虽经时效消灭 债权人仍得就其抵押物 置物或留置物取偿 前项规定 于利息及其他定 其给付之各其给付 请求权 经时效消灭者 不是用之 第146条 主权力因时效消灭者 其效力急于从权力 但法律有特别规定者 不在此线 第147条 时效期间 不得以法律行为加长或减短支 并不得预先抛弃时效之利益 第7章 权力之行使 第148条 权力之行使 不得违反公共利益 或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 行使权力 履行义务 应一乘识及信用方法 第149条 对于现实不法之侵害 为防卖自己或他人之权利 所为之行为 不复损害赔偿之责 但以愉悦必要程度者 仍应复相当赔偿之责 第150条 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 身体 自由或财产上 急迫之危险 所为之行为 不复损害赔偿之责 但以避免危险所必要 并为于越危险所能 致之损害程度者违宪 前向情形 其危险之发生 如行为人有责任者 应付损害赔偿之责 第151条 为保护自己权利 对于他人之自由或财产师 以拘束 押收或回损者 不复损害赔偿之责 但以不及受法院 或其他有关机关援助 并非于其时为之 则请求全部得实行 或其实行 显有困难者违宪 第152条 依前条之规定 拘束他人自由 或押收他人财产者 应及时向法院生情处理 前向生请被驳回 或其申请持严者 行为人应付损害赔偿之责 是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